亲爱的中国朋友们,你们好。 首先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蒙古洛夫。 本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把我任命为新的俄罗斯驻华大使。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也是很大的责任。 1983年,作为第一批苏联的留学生的一员,我首次来到中国。 从那时候起,我的职业生涯同你们的古老而日新月异的美丽的国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在当今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俄中两国建立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新的岗位上,我愿意同中国朋友们积极合作,为落实好俄中两国元首所达成的重要的故事,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加强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而努力。 朋友们,下个月我将要迪达北京,期待与大家尽快相见。谢谢。